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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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由县府编列总预算700万建造合成 于今年4月29日交船 主要进行渔业行务 海洋养殖及调查等海上作业 并支援县内海上活动场地架设 维安及搜寻等协助 未来进行海洋教育推广及宣导等相关活动 上述清除非法网聚 全数由金门县政府依法办理 末路销毁 海巡署呼吁民众 若发现海上不法或需海事服务 可利用海巡署118免被报案电话 或透过台湾区一夜广播电台通报 本署将立即处理 以维护海域治安及保障渔业资源永续经营 首次出海执行任务的金门护渔号 总长13.7公尺 16吨600匹马力 是由县府编列700万建造而成 于今年的4月29日完成交船 主要执行渔业巡货、海洋养殖及调查等海上作业 并支援海上活动场地架设、维安及搜寻 未来也会进行海洋教育推广及宣传等相关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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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